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2.0之外 健康的直播 今天呢在直播现场 也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也许大家最近也感觉到非常不平静 包括演艺圈也是 在2020年一开始 其实大家就感受到新冠疫情的 的严重度 然后再加上相继演艺圈里面 有刘正老师罗姐的离开 那加上最近我们的好朋友 小鬼也离我们而去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除了正经不舍之外 更多的是让我们可以正视到身体的健康 以及很多时候在于居家安全方面 我们到底要多少都要放再多再多的警觉 在每一天 那今天呢邀请了急诊室的卫医师来到现场 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急诊钢铁人卫医师 钢铁人卫医师 卫医师我们知道他在急诊室大大小小处理的非常非常多的案件 那这一次关于小鬼的事情 其实就我们知道的状况是 他在他自家的浴室跌倒 那隔天爸爸发现他的时候 其实已经离开了 那再者是经过法医的初步判断 发现呢 他居然是因为主动脉剥离 然后造成血管堵塞 才急性的猝死 离开我们的 但是这个主动脉剥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卫医师 那就是今天这也是主要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主动脉剥离事实上是急诊室杀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它发生的时候可能会非常严重 让我们连医师都措手不及 第二个是因为他的症状千变万化 所以事实上在第一时间内能够诊断出这个疾病 对我们医师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考验的东西 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主动脉 那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心脏其实是我们的生命的帮谱 也就是他的每一下的收缩书章 就是带动着我们的血液跑到全身 那主动脉其实就连着这个心脏 一开始出来最大条的血管 它的长相很像一根拐杖 我们可以看到图里面心脏 那连着一个像拐杖型的大血管 您说在这边吗 对 这个它是从左右两边勾出去的 然后一根大血管在中间 应该是说它主要是心脏 然后我们的血管就是勾一个拐杖型 勾过心脏的一个大血管 所以它是会有点往左往右后走 然后到我们身体的后端 那所以可想而知它其实就是心脏 出来最大条的血管 了解 所以它的分支如果到脑部 就是供应我们脑部的循环 如果是到我们的手四肢 所以它就是供应我们四肢 那可以看到其实它也经过胸腔经过肚子 所以事实上我们胸部的血管 肚子的血管其实也都从这一条主要的大干道给发出去的 了解 所以原则上它等于是我们身体最大条的血管 那它其实构造非常的粗 它其实是我们身体最大条的血管 但它主要有三层的构造 就是低层的血管的内皮 然后之后它肌肉纤维组织 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厚度的 是非常粗壮的血管 因为它要承受心脏打出来的血压血流 所以它理论上应该是身体最厚最厚的血管 了解 可是当它出现状况的时候 就非常严重了 因为它是承受身体最大的血压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的你有一些慢性病 让这条血管稍微变得比较脆弱的时候 它就可能从最脆弱的点给破出去了 所以刚刚我们就是魏医师有讲到 像这边刚才魏医师有讲到这三个就是构造 其实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很清楚 但是魏医师如果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它是会破裂的 所以你可以想它有血管内皮 有平花肌有纤维组织 那当你的血管健康不好 例如说你有一些慢性的疾病 当血压高的时候会冲破第一层血管内皮 那你知道这一根血管出了一个破洞之后 血流就会往那个破洞冲 所以就所谓的玻璃 它就是从那里裂开了 所以你看到它里面会有一个内皮 然后外面是纤维层 所以血块就会流到里面 那积在里面的血块事实上没有功能的 所以如果说你在这条血管裂掉的时候 它如果是裂往我们的脑血管 阻塞那个脑血管 因为你裂掉的那个血管是血流是过不去的 所以你裂掉脑血管你就知道很中风 所以当你是裂在这个肌部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心状的冠状动脉 也是从我们主动脉的肌部发出去的 所以当你裂掉让这边的血流阻塞不通的时候 其实也会造成心脏是根本就没有血流供应自己 所以它就会停止跳动 所以这整根血管其实看起来感觉好像是心脏在需要它 但是全身都靠这根主要的血管在支撑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主动脉剥离 那这个主动脉剥离它有些什么样的症状 有些什么样的前兆吗 其实如果典型的症状应该是会剧烈的胸痛 而且因为它的走向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图 它从心脏出来就是绕往后方一直在我们的中轴的地方 有些偏背部 所以其实比较典型的疼痛方式是剧烈的胸痛 而且这个痛据病人描述会很像撕裂的疼痛 因为其实它就是血管整个里面的夹层被充满了血液 一层一层拨进去 所以它会沿着中轴线好像撕裂的感觉从上面往下裂 或甚至是从下面往上裂 所以你会有在这个中轴线有些类似撕裂伤的感觉 会有点撕裂感 如果出现这么典型的症状 我想不用医生 病人自己本身其实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症状 但是事实上呢 虽然九层都会有这样子的剧烈的疼痛 但是刚才有提到 这条血管真的是一条高速功能量很长 它是从台北通到高雄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说是急诊室的杀手 就是它裂哪里就会哪里不舒服 我曾经有遇到一个 他是有肾结石病史的那个先生 那他来的时候也是突然的腰痛 左腰疼痛 所以来他就直接告诉我们他的诊断 这个很像我们当年的肾结石的疼痛 就是肾结石 对 没错 他就觉得这一定 而且肾结石的痛 其实我听说那个结石痛 真的痛过才会知道 但是就永生难忘了 对 据说媲美生小孩的疼痛 我不知道 但是所以 它跟主动脉玻璃也有关系 有 所以你看 假设它今天玻璃裂的位置 刚好在肾动脉的地方 其实它造成的疼痛 就是大概是在肾的位置 所以其实 它看起来就像是肾结石的疼痛 而且血管性的疼痛 其实 跟肾结石的疼痛是不相上下的 因为我们血管的疼痛是非常痛的 了解 所以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主动脉搏 是 那也遇过 最让我们心惊胆跳的事 这是我人生第一个诊断的 主动脉搏的个案 他聊到急诊的时候是说 他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忽然 好像卡到鱼刺 喉咙痛痛的 吃饭卡到鱼刺很正常啊 很正常 所以来急诊 事实上我们的耳鼻翼科 先帮他做检查 没有看到那根鱼刺 可是他就是很描述的 我就在这里疼痛 我就是在这里疼痛 我们帮他检查 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他X光 事实上我们鱼刺卡到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X光 很明显 看看他有没有 一些鱼刺也没有 耳鼻翼科检查也没有 但是我发现 他身体的重隔腔比较宽 就是 重隔腔是包含我们心脏 还有我们的肺部血管的一个空腔 那他的阴影基本上就是长这个样子 但那时候我就觉得 奇怪 他的重隔腔怎么变宽呢 为什么会变宽 那时候就猜到 会不会是主动脉裂掉了 所以他在重隔腔变宽 所以那时候才安排了 主动脉的扫描 就发现 他是最危险的主动脉搏鱼的形式 也就是从肌部就开始往上裂 而且最让大家忽略 因为卡鱼刺 吃饭那一辈子卡个10根 20根30根不上下吧 所以其实这种疼痛方式 也是要跟大家说 所有这种血管性的疼痛 它的发生可能都是突然性的 所以当你突然发生不舒服 而且这不舒服的疼痛会到最顶点 然后你甚至痛到冒冷汗 你都要猜到 你有可能是血管性的疼痛 了解 不管是任何的位置 了解 所以刚才有讲到肾脏的地方 靠近肾脏的地方会像肾结石 对 靠近胸腔的地方感觉像鱼刺 那还有其他的前兆或症状吗 我告诉你我遇过最神奇的 是这个病人来的时候 他告诉我 应该是家属告诉我说 他有一侧没力气 然后为什么是家属告诉我 因为他从此失语症 中风的人你可能单侧没力气 不会讲话很正常 所以这个病人我基本上是没办法问病史的 因为他根本没办法表达 对 那正要帮他去做头部的扫描 因为就是一个急性脑中风的症状 而且如果在三小时内症状够严重 我们是可以打血栓溶结剂的 对对对 那正要做检查的时候家属又提到 可是啊 这个伯伯在发生这个中风症状的前几个小时 他曾经有喊过他的肚子不舒服疼痛 我在想说这两者是不是什么关联系 中风前然后还说肚子疼痛 这是中风的病人不会发生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你也是一个不好的念头伞过去 他会不会是其他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是主动脉裂掉 血管已经有问题 你在给他打血栓溶机 他会打出血 没有用的 甚至是加重他的病情 所以那时候我依然决然就是把 本来要做头部的扫描我就改了 我们头部先做一个不打嫌疑剂的 我反而是做主动脉的扫描 结果我就发现他是主动脉搏 而且他为什么是肚子疼痛 因为他是一路从 这条高速公路的最底方 一路往上裂 裂到脑血管 他是反着这样裂的 对 所以很可怕耶 真的原来这些跟我们原本想到的 有关于就是主动脉剥离的症状完全都不一样 而且这些症状可能你一个忽略 你就会觉得 他跟其他的症状好像都一样 被鱼刺卡到啊 症结石啊 其实好像都会是一样的 那还有一件事情也要请教一下 就是魏医师 是 这样的病症 这样主动脉剥离的症状 他有没有比较耗发性的危险区 有 其实刚刚有说 这个主动脉 他必须要承受身体最大的血压 是 而且他需要供应到我们身体各部分的血流 所以事实上 你要让这一条血管出问题 基本上没这么容易 所以他耗发在什么状况 第一个就是你有慢性疾病 例如说你三高 你长期让这台血管的品质不好 是 你甚至高血压高血脂都没有控制 你血管产生了一些斑块 或者是血管的品质已经不良了 再加上你血压如果控制不好 长时间就一直在冲刷这一条血管的管壁 他就会造成问题 所以基本上 第一个他需要时间累积 所以大部分是发生在老年人 老年人 如果你有加上慢性病 大概五六十岁是一个耗发的族群 因为你会正常的活动 你可能血压的波动会大 所以通常就是有三高二病人老年人 再来就是你有些先天疾病 其实比较有名的就是麻烦事症 麻烦事症后期 麻烦事症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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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麻烦 的确很麻烦 他是什么样的症后群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很多我第一次听到 其实他在临床上非常少见 我们台湾目前是没有统计数据 不过其实我在临床上只遇过一两个 那他其实是一个先天的遗传疾病 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会被发现 因为他是一个我们身体的结力组织 组织异常 所谓的结力组织就是我们身体 所有的软组织里面其实都有结力组织 那正常的结力组织是很紧实的 有弹性的 但是这一类的症后群的病 其实他结力组织是中闪的 是天生的吗 他是遗传 一个遗传疾病 甚至是基因突变 所以他外观上大概你可以发现 这一类的人他会长得瘦瘦长长的 甚至就是手长脚长 比例你一看就跟正常的是不太一样 甚至手指都会变长 其实如果这样说起来 你如果有看过三国志 曾经有一段话描述 刘备手长过膝 其实我们就要怀疑他 那不是王帝命吗 可是我们就要怀疑他是不是麻烦是症 你就可以想想他那个外观的样子 好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检测 可以让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有没有这个麻烦是症 事实上这一类的人 他大部分在比较早期 就会发现心脏或者血管有问题 眼睛有问题 因为这些结力组织有状况 但是如果你要单从外观 还有我们自己看的话 其实骨骼肌肉有问题 第一个是这个人的长相 他的骨骼伸长会有状况 像他的胸扩就会不太一样 又长 所以我们鸡胸啊 漏斗胸啊 是比较常见的外观 手上脚长以外 我们可以客观的检测 例如说这类的人 我们说啊 他的手啊 长得像拉牙 蜘蛛的 蜘蛛的脚 所以他只是手的比例 手指的比例会长 关节又松 所以当我们简单做一个握拳 关节很松 所以我们简单做一个握拳的动作 把我们的大拇指包在我们的手指里面 大拇指包在手指里面 对 假设你的指头过长 甚至你的关节 应该说很松和弹性很好 你的大拇指会露出来 其实你就可能有这个疾病 大家可以试试看 所以你说如果是麻烦试证的人 他的大拇指就会长这样 对 哎呀 你干嘛这样诅咒自己啊 不是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发现到这样的话 嗯 但你不用太担心 还是要去询问医生好吗 不用跳起来就下刀 其实还有一个第二个方式 好 还有第二个方式 还有第二个方式 其实你可以用一只手握你的手腕 另外一只手握自己的手腕 握起来 全部握起来 然后假设你的大拇指 是可以涵 涵盖到你的小拇指 就是压到你的小拇指 大拇指 对 大拇指压到你的小拇指 对 差一点 你也很有可能 差一点 你手手过长 你脚关节比较熟 差一点 对 差一点 好 恭喜你不是 对 我为什么一直想要做到 对 好 如果刚刚有这两个检测 然后你有稍微觉得 诶 怎么我有这样的状况 但也真的不用太紧张 也许你就天生的骨头软 但是如果说你加上 你可能像医生讲 你有一些什么漏斗胸 对 然后就真的是天生骨骼 你手脚的比例 然后还有眼睛 对 那眼睛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因为大部分你是会有一些深度的近视 或者是你的水晶体的位置 也有一场 因为他就是姐弟组织出的状况 是 所以这类的人也会在很早期的时候 你就会有深度的近视 闪光等等 了解 所以这些小细节 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 现在身体这样的状况 但是也让我们推测到 就是这一次的汗式就是小魏的离开 其实他完全不是属于 这三种高危险族群 可是为什么 他的这样子年纪也会发生 这样的汗式 对 其实因为他本身也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例如说像多囊性的肾脏 那其实目前看起来 这似乎有一些关联性 因为像麻烦施症 他本身就是结底组织有状况 那这一类的症状群 其实在纤维的排列也是异常的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导致 他的主动脉的纤维的排列 解力组织的排列是比较松散的 那再加上因为他其实也 听说他也是有验出一些三高的情形 再加上因为他工作非常的努力 然后上山下海的 非常努力的 所以其实也相信在劳累啊 或者是这样子剧烈的活动 血压的波动很大 所以才会导致有这种状况发生 不然其实在年轻人 说实在的一开始 小鬼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在每个医室里面 心里面的鉴别诊断 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上 比较常见 在这样子的轻壮年 比较容易发生触者状况 大部分都还是来自于 致命的心律不诊 或者是有一些先天性的脑血管 流破裂 或者是血管异常破裂 了解 所以就是医生可以讲 刚才跟我们讲 就是年轻人好发的状况 可能就是不是 不一定会像是 这次汗室这样子 但是我们同时间更要去预防 可能像心律性的疾病 那预防其他的猝食 我们要怎么样来 小心更多 提早给我们一些征兆 或是前兆 因为其实在猝食这一块 应该是说 你会倒地 立刻就没有呼吁心跳 其实最常见的 都还是心脏原因 那心脏原因 其实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第一个是 心血管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心肌梗塞 心脚痛 第二个是致命的心律不诊 所以这几个 它就有一些 比较常见的症状 例如说我们的心肌梗塞 这种胸痛我们叫做典型胸痛 那什么叫典型胸痛呢 这种脏器型的疼痛 它跟体表受伤 撞到或是割伤的疼痛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们大概没有办法 用一只手指定位这个疼痛 这种疼痛 它大部分的描述都是 我在前胸 我在左前胸 就闷痛 有人会形容 好像被一个重物压住 它就是喘不过气 就是很闷 很不舒服 那它会维持很长的时间吗 还是偶尔 因为 其实现在大家都 压力都很大 其实我相信胸闷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会觉得 看完直播之后 就开始一神一鬼 想说 我现在就是胸口感觉 就是有东西压了 怎么办 那它是一直都会持续的 还是 偶尔来一下 很严重的 还是其实 微微的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 所以啊 这种血管性的疾病 它血管的恶化是渐进性的 所以啊 当这种胸痛 初期最常出现就是 在你在活动 剧烈活动 压力大的时候 事实上它才会伴随的出现 可是在你休息的时候 它会缓解 了解 那这时候就是意味着 你供应心脏的血管 它已经部分阻塞了 所以当你在活动 在运动的时候 其实相对心脏需要 大量的血流的时候 它就相对不足 所以你就可以警觉到 诶 当你在活动运动的时候 你会闷不舒服 然后可是你休息的时候 它会缓解 那你就很有可能 是有这种典型胸痛的 心脚痛的情形出现 那当你已经严重到 这个疼痛是一直持续 痛到你会冒冷汗 其实通常都已经 非常严重了 都已经到 几乎要阻塞的状况了 了解 所以它还会伴随一些症状 例如说你在疼痛的时候 你就冒冷汗 对 第二个是这个疼痛 因为它是内脏的疼痛 它还会有一些 转移疼痛的情形 例如说 有的人在同时就会合并 下巴酸酸的不舒服 背痛啊 还有左手臂的酸 甚至比较常见是马 就是如果你有这些疼痛的情形 在伴随这些症状 你就要怀疑 了解 其实身体给我们很多警讯 但是我们好像都会去忽略掉 但是刚才医生有讲就是 如果我们够认识自己身体的话 其实不管是运动也好 或者是平常的休息也好 我们都要循序渐进的 不要一次给心脏太猛烈的攻击 这样它突然之间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会措手不及 所以刚才医生有讲到 可能会造成的话就是心肌梗塞 或者是心律不整 其实也会对不对 对 那心律不整这部分 老实说它在发作的时候 假设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大概会觉得心悸 我们人会觉得心悸 表示说 你一般人是不会感受到心跳的 是 所以你心悸只有两种 第一个是真的跳得太快 那有时候是规则的 心悸这个状况 好 我应该这样讲 因为少女们都会有心悸 就是看到帅哥 或者是看到心理的人会紧张 这是心悸嘛 然后可能 新生要 或是新员工要面试老板的时候 也会心脏跳很快 但是心悸可能跟情绪 它会有直接的关系 还是它没有关系 它就突然之间 有跳动这么快的 其实你 小可你讲到大重点了 因为大部分的人 在这种情形下 都是交感神经兴奋 所以很多情形会有这种心悸 例如说 我在紧张的时候 我要紧急处理某件事情的时候 甚至我感受到压力 身体不舒服 其实都会心悸 但是这些 你感受到心悸大部分都是跳快 是 事实上 每一下 每一下是规则的 所以当你在摸 搭上自己的脉搏 或感受这个心悸的时候 它是规则变快的 可是我们说的这种 二心的心悸不整 其实通常都是不规则的 哦 十好 十快 十慢 对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 所以啊 这种二心的心悸不整 它有可能是跳太慢 它是不规则 或是跳太快 哦 了解 所以心悸不一定是快 对 有可能是突然很慢 突然之间又跳超快的 对 所以事实上 如果是出现这些规则 表示你的心悸是有问题 了解 但是通常啦 你心悸如果合并 你会非常喘的时候 你还是得到医院啦 因为当你心脏 不正常的收缩的时候 即使是规则 有时候它血液还是打不出去 是 这也是 有时候会有一些 症罚性的心悸不整出现 所以还是要到医院检查 因为在年轻型的 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 像在健身房 在打篮球 在打球的一些年轻人 他会忽然倒下 结果我们的A1到现场是可以电击 真的 这个通常都是有些先天性的 心悸不整的疾病 只是它没有发作 是 对 所以当有一些不舒服的 事实上还是要尽早去寻求协助 或者是去诊查 对 你是不是有这一类高分析 是不是要及早做一些治疗和预法 了解 所以卫医师告诉我们了 我们的心脏的问题 猝食的病症可能还是 多半是跟心脏有关的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有心肌梗塞的前兆 或者是你有心律不整的感受 我觉得都要赶快去注意到 那再一次呢 也我们再一次的复习到 就是猝食这件事情 其实呢 在我们生活中 真的需要不断的给大家很大的 就是急救的智慧 跟急救的方法 要再次的请卫医师来提醒大家 我们再做一次复习 是 好 那其实猝食 最应该学的 就是你身边的人 尤其是你本身有一些风险 对 因为猝食的人 没得救 田医师之前有讲 就是你要猝食的人 他做什么呢 对 他就是希望真的有人可以看到 没错 不要让他一个人在这边 对 所以尤其是你身边的人 有一些慢性疾病 所以其实我们学这个急救 我们没有这么大爱 到处在路上救人 我们要救的是自己的家人 是 当你发生身边的人出现状况的时候 你要知道做对的方式 你才有办法去帮到他 对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急救 口诀非常简单 对 但是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AED AED 之前有不断的讲到就是AED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找AED 其实上次一直在讲说 从APP可以下载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在APP上面有看到这边 我一次可以帮我点一下嘛 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 是 我们其实AED现在有很多APP的软件 对对对非常多 让你知道 那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要帮助 对 家人或者是别人 是 当你下载这个APP 事实上它就可以让你知道 你现在最近的AED在哪里 是 对你可以经过就是AED 你看这里有个寻找AED 我们点进去之后 它会出现开始搜索 邻近的AED在那里 它会给你做一个导航的动作 是 这个是全台性的AED 那如果说是台北市的话 就是在这边全民守护者 全民守护者 对 是否台北市的 没错 然后 刚才为谁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 就是现在 在研发的一款就是AED 是会叫的 其实我们现在台中市已经开始在推广 就是听见AED 听见AED 对 那事实上就是当我们在发生 有病人有危机有状况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也是用APP去启动 是 让邻近的AED发出声响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附近听到AED在叫 其实你就可以拿那台AED 也会导航到有问题的面子 其实会节省很多时间 你想我们今天这里发生 我们要去找这个AED再拿回来 跟你从外面直接把它带过来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当我们如果要下载APP 然后下载完之后 再去找 再去一个一个按 可能真的时间上面还是会需要的 是啊 好那我们再次复习 再请一位师带我们再次复习 我们的救命口诀 现在口诀叫做叫鸦垫 叫叫鸦垫 叫叫和鸦垫 没有人工呼吸呢 为什么呢 因为叫给了AED 还是要省略 要省略人工呼吸 应该是说以前 人工呼吸这段实在是很难突破 我们台湾人的道德边界 不要说台湾人 你今天遇到一个陌生人 事实上你要轻他很多疑虑 对不对 而且真的 因为我曾经看电影的时候有想过 对 就是到底怎么样才叫做 我真的想要救你的接吻 对 因为如果我单纯想要救你的接吻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在跟你接吻 碰到嘴巴的时候 我要吐多少的气进去 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错过专业训练 这个动作其实是危险的 对我们自己来讲 你真的好大爱喔 大部分人都是觉得我不敢亲 我不好意思讲 对 但是其实 其实我觉得 而且加上现在疫情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戴着口罩 那 那解省掉这个东西 其实交给AD 其实好像 就会 不能讲审视很多 因为还是蛮累的 我常常跟田医师有做过很多次 对 然后在这样的方式 其实 我也是来告诉我们 其实就很足够了 对不对 没错 因为在很紧急的时候 你的通气其实相对而言 你的压胸和定期 是比较重要的 是 所以你不要因为 你要考虑到 我怎么接近他 而去延迟到病人 做压胸和定期的动作 所以我们省略了这个步骤 所以我们叫叫压电什么 第一个叫 我们就是要确定这个病人 是没有意思的 对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会叫 最好是直接是轻拍他的双肩 应该要有一点力气 我们都说轻拍 那事实上是 叫换他轻拍 确定他没有意思之后 求救 那求救方式 分成有人和没人在旁边 对 如果有人在旁边 有人 如果我现在在旁边 威医师在急救的话 当然就是请旁边的人 帮你打119 打119 我们要赶快要纠测到现场 第二个是 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去找最近的AED 对 我们就可以经过这个APP 是 去搜寻这个AED 第二个叫 这是第二个叫 那如果没人在旁边 赶快手机 你自己先打119 对 不然你会不知道 就到什么时候停止 真的 因为接下来的顺序 就是不能够停止了 没错 那你当然完成两个叫之后 就要开始帮他做CPR 做CPR 因为这个非常关键 我们要知道 我们大脑其实4到6分钟 你如果没有做任何的急救 他就开始缺氧了 他就开始一些不可逆的活动 但是你如果有帮他做CPR 其实你CPR品质做得够好的话 事实上 他脑部是会有部分的循环的 了解 你把他救回来才不会是 是救回一个植物人 了解 所以就是要赶快 尽快要帮他压胸 让他身上是有一些 有一些循环的 那你有帮他压胸胸 这时候你期待的AED 就应该要赶快到达线上 是 无论是你民众拿 拿公共场合的AED也好 救折车上的AED也好 事实上AED是 一个很大很大的力气 因为他会自动帮我们侦测 这个病人到底需不需要奠击 了解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 今天我们在公共场合放这些AED 我们救的是什么样的人 他平常是可以正常到户外去 可以去活动 对 大部分都是中壮年 真的 轻眠 真的 这一类的人倒地 假设他是可以奠击的 事实上 你救的是一个家庭 而且你救回来这个人 他是有社会的产值的 所以是 我们为什么在公共场合需要 学会 就是这些急救方 还有广设这些AED 目的也是这个 所以再跟大家重申一次 叫叫鸭店 叫叫鸭店 但是如果大家还是很想要知道 这个流程的话 请大家 我们今天直播下面有连结 小编有帮我们放连结 你们直接从连结点进去 就会把我们真哥 叫叫鸭店的过程 再复习一次 对 那我意思是你有没有什么样 特别的就是 在做CPR的案例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这边一定要让大家 深刻一下 因为我最常被问到 你们这个急救人需要专业 没有专业 我们不会急救 这怎么办 因为一般人真的很怕 原本可以救的 结果我们一个不知道 可能误了人家 对 大部分都是这样 而且会说 我们压错位置 或者是压一压 他胸骨断裂怎么办 所以其实常常都有 大家都不敢去接近 那事实上先跟大家说 第一个 这种救人真的是 最神圣 因为你当下不把他做急救 你看着他 他其实每一分每一秒 就是在埋向死亡 那你有帮他急救 其实他才有机会 所以大家先不要害怕 因为法律上是保护我们的 在这种紧急危难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救护法 十四指二 其实有告诉我们 其实针对这种紧急危难的状况下 我们去急救是免责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你真的帮他急救 大脑有循环 你救回来才会有机会 我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有认识一个人 一个就是医院的同事 他本身就是参与我们自己的急救教学 他也是属于教官 那他的丈夫在家里 有一次也是倒地 就是没有生命真相 那这时候他儿子看到了 耳濡目染 所以就帮他爸爸做CPR 对 那后来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候 再把他送医 其实就因为他儿子 在第一时间内就开始帮他做CPR 让他的大脑是可围维持灌流的 所以到达医院之后 他是吸几根色 后来我帮他做了处置之后 他爸爸现在健健康的 跟他们一起生活 好感人喔 所以事实上 你有帮他做第一时间的CPR 事实上是真的可以帮到他 我们最 我们最让我们压抑的是 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 心跳停了两个小时 最后还恢复了案例 他本身是一个飞官 那他今天早上还要出任务要飞 那他因为觉得胸门不舒服 所以那时候他们队上的队长 帮他飞了这一趟 请另外的队友送他到医院来 那他来到医院的时候 第一张的心电阻就是心肌梗射 我们经常医师正要打电话 要请启动这个心导管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面前 致命的心律不整 心跳就停了 所以我们开始帮他电击急救 那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就立刻CPR 因为就在我们面前发生电击 那这时候叶克膜也来取代了心脏的功能 让其他的气管有循环 当他被送到导管室 做了心导管 要打通血管的这一刻 我们做了最后一次电击的时候 他眼睛突然睁开 问他有没有不舒服 他可以点头 所以表示 当你在第一课帮他做CPR 不中断 然后之后我们帮他做急救 虽然他当时心脏已经停了两个小时 但是也因为我们持续了CPR 做了一些临床处置 其实在他血管打通的那一刻 他清醒了 而且他最后是走路除愿的 所以事实上这个CPR 重要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全民CPR 因为全民CPR 你可以成为你身边的守护天使 因为有你 他才有机会回去 而且是有价值的活下去 对 谢谢卫师 因为其实我每次都在讲说 要做CPR做CPR 大家都在想说 我看到了 算了算了我不敢 可是你知道吗 你的医押会救了这个人一辈子 真的 所以也不要想说很难 因为真的跟着小编上面的那个网址 点进去 你看一遍流程 其实它就是你在用命 你在用力气来救回一条宝贵的命 然后也希望大家 真的像卫师讲的 把CPR的过程学起来 但是刚才有讲到 就是我们如果在户外发生一些状况的话 我们可以找AED 然后可以遇到路人来帮忙 但是台湾有太多独居者了 像是不管是老人也好 或者是现在 年轻人也是 年轻人也都是独居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才可以求救或是自救 其实你如果独居的老人 其实独居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子 因为说实在很多的汉事 发生的时候 你自己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侦测系统 来针对这些独居的人 是 在这边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 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这边 现在不管是厂商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各地方的政府也好 其实都会有一些提供紧急医疗的通报 对 那这类你只要经过适度的申请和填写表格 你其实有些政府已经有在推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你家里的人如果有状况的话 事实上是可以 赶快做一个求救的动作 像这边 像这个就是台北市的 那也是你出现一些神明神像有状况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一个通报线 你一键 其实它就可以通报在适当的地方 来做一个协助 了解 然后甚至还有这个 我看到的时候好惊讶喔 对 最近有很多流行的一些智慧型的手表 其实它就是在侦测你 你如果有一些跌倒或是倒地的动作的时候 它会自动 启动来帮你做一个紧急联络 或通报的那个动作 是 跌倒侦测 然后甚至真的有些就是独居者在家里面的时候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智能 智能的摄影 其实在智能摄影它的感应器也感应到 诶 这个状况是跌倒的姿势 对 或者是你老人家理论上应该在室内活动 是 它如果很久没有经过在某些地方 没有感应到人体了 没有感应到现在也会启动一些警讯 了解 真的耶 所以大家再看一下喔 这些系统其实就像魏医师讲的 很多政府上面其实就可以做申请了 那包括这一次就是手机联合的智能手表 然后或是智能系统 都可以让我们去做很棒的一个自我的 不管是求救或是自我保护的一个政策 那在今天真的很谢谢就是魏医师 然后为我们结束了这么多 有关于心脏的疾病我相信真的是 除非你像钢铁人一样 就是从以前就开始研读到现在 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发现 原来这样子会导致于这样 但是身体的健康真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像魏医师讲的 有任何警觉有任何发现不妥了 我们真的要赶快求助于专业 不要自己就当成医生说 医生我可能就是圣洁词 医生我就是一般中风了 很多时候都会错失那个黄金时段 那也祝福大家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呢 真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透过很多时候的一些警醒 然后来爱惜身边的人 爱惜身边的朋友 甚至是多多关系隔壁 那个在独居的人 他是不是也需要帮忙 那健康2.0的挖健康直播呢 一样我们分享还是会送好礼喔 记得公开分享留言 有好礼送给大家 有机会 有机会可以抽到 那我们挖健康下次见啰 谢谢魏医师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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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